有传曼联正在试图牵下多特蒙德后卫扎加度DANXO Zagadu 他可以在今年夏天自由转会 这位22岁的中卫已经为多特蒙德出场80次 包括本赛季所有比赛中的7次 他在2017年从巴黎圣日尔曼免费加入多特蒙德 而当时身为RB莱比锡主教练的朗尼克就有意这位小将 在报道曼联对该球员的兴趣时 Football Transfers就认为 朗尼克此举背后是他不满现在曼联后防的驱动力阵容 扎加度的合同即将到期 他能够在本月与国外球队签署一份预合同PRE Contract 他和多特蒙德一直在就一份新合同进行谈判 但没有消息说双方接近达成协议 据说纽卡42连也在关注这位新星 周一曼联在主场输给狼队时 朗尼克在曼联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因此有传闻他很快就会为球队补强 而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传闻目标 是在他前球队莱比西的中场球员阿玛杜海达拉 阿玛杜海达拉被指示潜在的一月签约 在担任萨尔茨宝红牛和莱比西阿尔贝的体育总监时 朗尼克在2019年以1700万英镑的转会 将阿玛杜海达拉带到德国 阿玛杜海达拉的合同中 有一个3300万英镑的解约条款 他已经承认梦想为曼联效力 此外狼队中场卢本内维斯RBEN Neves 在老特拉福德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正在吸引曼联的注意 而目前正在谈论超过5000万英镑的转会费 利物普一直在留意波尔图一封路易斯迪亚斯 现在马内和萨拉赫已经出发去踢非洲杯 导致前锋线少了两元大将 让红军有意加速在1月购入迪亚斯强化攻击力 克洛普原本想在夏天才出手买迪亚斯 但是萨拉赫和马内离队踢非洲杯 导致他考虑提前出手 迪亚斯目前的身价估计为6000万磅 这位哥伦比亚一封在过去一年吸引了各大豪门的注意 红军一直想把他带来英超 强化前锋线三叉戟的变化 迪亚斯上赛季攻入11球和6次助攻 并在去年的每周杯中也有4例进球 与梅西并列赛事最佳射手 本赛季他在葡萄牙超级联赛已经攻入12球 是队中的主力射手 红军除了想引入迪亚斯 另一部强对象是门辛格拉德巴赫的瑞士防守中场扎卡里亚 但曼联、巴塞罗那、拜仁慕尼黑和尤文图斯等豪门都在留意他的动向 此外 红军申请联赛杯4强首回合 对阿森纳延期以获批准 首回合改作英国时间1月13日上演 次回合7日后开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